叱咤AI界的三兆男 回答執行長黃仁勳居然化身 校園大使 親自喊話真才 到加州理工學院畢業典禮 黃仁勳幽默致詞 拉近與學生距離 拿回答經歷的種種挫折 勉勵學生 回顧揮達如何被抄為英特爾 以及高通一次又一次斬斷崛起之路 但也培養出揮達的韌性與堅強 被封為科技界的泰勒斯 黃仁勳特地引用流行音樂天后 泰勒斯的歌曲 但眼看畢業生反應慢半拍 黃仁勳停頓片刻搖搖頭 幽默化解尷尬 黃仁勳期盼畢業生把挫折 看作契機淬煉超能力 這也是為何揮達走過低谷 蛻變AI領頭羊 股價全面上漲 不到八個月 黃仁勳身價直接翻了三點二二倍 目前以一千一百六十億美元 身價 約核心臺幣三點七兆 幾下印度首富及第二大富豪 登上全球富豪榜第十一位 掀起的AI浪潮將繼續延燒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